今天三重的足跡 特别确诊的个案也上来了 所以三重三合的幸福菜市场 三重的幸福戏宴 这个都要特别的注意 以及中和的华泰市场 板桥的国庆黄昏市场 朝阳市场 所有的足跡里面 这几个是确诊者经常到了几个地方 也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 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新北市最新的疫情 今天新中本土病例有144案 居家隔离的人士 到昨天为止列管了2496人 所有的整个确诊的个案当中 以这个板桥区为最高 三重综合的必需下来 今天我还是特别跟大家报告一个数据 144人比昨天的161人 我们下降了17人 不过这些数据起起伏福 大家不要只看一天两天 新北市疫情还在明镜当中 其中板桥区37个跟昨天相去不远 不过我们特别提醒三重区的七名们 昨天七个今天突然爆升26个 中和从41个下降为19个 至于新店地区也从21个下降到6个 因为今天三重的足迹 特别确诊的个案上来了 所以三重三合的幸福菜市场 三重的幸福戏宴 这个都要特别的注意 以及中和的华泰市场 板桥的国庆黄昏市场 这些都是提醒民众们 这些都是公共领域里面 在今天昨天分析出来 今天特别公布 我们所有的足迹里面 这几个是确诊者 经常到了这个地方 也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 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为了应用三重的整个确诊个案 在昨天突然大幅上升以后 我们也特别在明天 在三重的社区 我们要成立一个筛检站 来服务三重跟卢桌 所以加一下 我们有25个筛检站